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五十四天 灵听神 当我看到他迎面走过来时 本想立刻穿过马路 免得跟他打招呼 上大学的第一周 我就在吃早餐时遇到过他 他有一张神采奕奕 笑容绽放的脸 我也曾碰到过另外一两个 脸上带着相同表情的人 这些人让我心生芥蒂 几个月后 我遇见了耶稣 这时我才明白 这些人脸上之所以闪耀光芒 是因为他们花时间与耶稣相处 听神说话 当摩西听完神的话 从山上下来时 便满脸荣光 他们也是这样 耶稣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正如身体需要食物 灵魂更需要食物 汲取属灵食物 要通过聆听神的话 诗篇二十五篇八到十五节 聆听神的引导 当我们试图强行推进自己的目标时 灵里就会有不安的感觉 乔伊斯迈尔用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 来比喻这种不安 但若我们过一种敬拜 顺服 并遵行神教导的生活 神就应许我们 安然居住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从此定会过上安逸的生活 但当我们开始跟随神的带领时 就好比找到了一双合脚的鞋子 本诗篇一再提醒读者 神是如何引领人的 他指示 引领 教训 委托他的百姓 将自己的约 指示他们 第一 神所指引的人 大卫说 神的良善让他想去教导人 甚至是罪人 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即使大卫本人就犯了极其重大的罪 但他知道 他的罪能被神赦免 神会带他重归正路 谢天谢地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才能听到神的指引 你只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他必按公义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第二 神引导人的目的 神只会让我们做公平之事 这点毋庸置疑 若想检测某种引领 是否来自于神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这件事 是否是慈爱诚实的 神绝不会让你去做 没有爱不诚实的事情 耶和华都以慈爱和诚实待他 主啊 祈求你引领我 教导我 指示我 向我吐露你的秘密 新约圣经 马可福音七章一到三十节 聆听神的话语 耶稣说 神的话比传统更重要 传统本身并没有错 它们可能是很有意义 很重要的 但传统永远不能排在神的话语之先 耶稣抨击法利赛人 利用传统来逃避遵从神的话 你们诚然是废掉神的诫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比如 有的人不愿照顾你卖父母 就找借口来逃避职责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他们说 如果你把奉养父母的钱都奉献给了神 那就不用赡养父母了 耶稣说 这直接违背了诫命 因为诫命说 当孝敬父母 耶稣又说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废了神的道 法利赛人只在外表尊敬神 做正确的事 说正确的话相对容易 人们有可能在行为上 完全遵守社会准则 但心却完全远离神 与外在行为相比 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 耶稣说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傍毒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污秽人 这些罪性 会污秽我们的生活 损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耶稣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这就是生活的关键 听耶稣的话 耶稣再进一步 帮助菲尼基 妇人把她里面的信心 显露出来 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言 耶稣表现得冷淡 但并不是要消灭妇人的信心 反而要激发她的热心 燃起她的激情 耶稣来 首先是为了犹太人 然后才是外邦人 菲尼基妇人的信心 之所以伟大 在于她不止意识到 耶稣的身份 和她属天的能力 还在面临强大的反对时 不气馁 这个妇人对信仰极其认真 坚定不移 没有一点愤世嫉俗的态度 她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的话语 挑战我内心的态度 今天 请洁净我的内心 祈求你赐给我一个 饱含热情 不愤世嫉俗 不屈不挠的信心 旧约圣经 出埃及记 33章第7节 到34章35节 聆听神的计划 你可以成为神的朋友 耶稣将跟随她的人 看成朋友 摩西也是神的朋友 既然旧约时代的摩西 可以成为神的朋友 新约告诉我们 你也可以成为神的朋友 摩西与神之间的关系 非同寻常 神将他对以色列人的计划 启示给了摩西 摩西可以静止 走进会幕 询问神 当耶和华与摩西说话时 云柱就降下 耶和华与摩西 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 说话一般 这句话描述了 神与摩西的亲密程度 摩西马上就能 听到神的声音 摩西向神祷告说 将我纳入你的计划 显然 摩西并没有在身体上 与神进行面对面的接触 因为神极其荣耀 圣洁 见了的人都不能存活 所谓见神的面 只不过是一个比喻 表达了摩西与神之间 有极为亲密的接触和交流 这正是我们每日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面对面 聆听神的话 并在与他的亲密关系中 不断成长 除了得见神的面以外 摩西别无所求 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是神的同在和神的平安 耶和华应允摩西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这也是神对你的应许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正是神的同在 才将神的子民 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与神建立关系 高于其他任何事 基督徒与世人的根本区别 就是我们与神同在 当摩西进入神的同在后 他的面皮 因耶和华和他说话 就发了光 这段经文构成了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中所述真理的背景 保罗说 我们所经历的神迹 远比摩西更伟大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你甚至可以比摩西更大胆 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费者的结局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与圣灵同工 实在是巨大的殊荣 我常在启发课堂上 看到人们经历到神的同在 并被圣灵充满 我发现在启发课程结束后 每个人的脸上都荣光焕发 但这荣光不像摩西脸上的荣光 稍纵即逝 因为这不是一次性的经历 通过圣灵 我们能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主啊 我感谢你赐下应许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请帮助我们向你长脸 反映出你的荣光 因着圣灵的荣耀 越来越向你荣上加荣 佩博的补充 《出埃及记》33章7节 到34章35节 对约书亚来说 当时发生的一切 一定是个非同寻常的操练 约书亚很幸运 他有机会向摩西 这位旧约中最伟大的人物学习 拥有一位榜样实在是很重要 今日金句 我必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出埃及记》33章14节